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的 我们知道它是由于前方的这种椎体增生的骨坠 突出的椎烟盘的压迫 后方的黄韧带的肥厚造成的压迫 或者说是一些是骨性的这种韧带骨化造成的压迫 那么它的手术方式就有分两 大概就分两种 一种是通过前方在脖子前方进行手术 我们叫颈前路手术 一种就是从后方进去进行减压 叫颈后路手术 还有一种就是说前方和后方都要手术 叫前后联合手术 颈前路联合手术 那么颈前路联合手术就分成一次完成的 叫一期前后路 那么说分两次的话叫二期前后路 那么这个也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情况 因为你压一节和压两节做的这个手术的大小 运的东西材料什么都不一样 这个就是一般也就是个两三万块钱 也就用得到来吧 那我们再给你一个大小时 在下车开始 我们去最后一期 我们去看 好了 我们去看 我们去看 现在我们来看 我们去看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